饭店做的大盘鸡为什么那么好吃 好多朋友都不知道怎么做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详细做法和技巧 准备鸡腿做成块稍微大一点 也可以用整剂来做推荐三黄鸡 多好备用 土豆削皮切成滚刀块也稍微大一点 做大盘鸡推荐使用黄芯土豆 这种土豆淀粉含量更高 香菇去根清洗干净切成块 也可以用干香菇 干香菇的香味更加浓郁 切好以后备用 再准备一些配菜和小料 葱姜蒜粒洗干净的生菜 红薯粉条和豆腐皮 再切一点葱花和香菜备用 做大盘鸡肯定离不开香料 准备花椒大料 香叶桂皮 小茴香 白纸白扣 家里面不常备的 可以用这种卤料包 里面有十几种天然香料 可以在主页的商品橱窗看一下 还可以用它来卤牛肉 卤猪体 卤肥肠 卤鸡爪等 主页里面都有视频 下面开始操作 多好的鸡腿冷水下锅焯水 加入料酒去腥 这样能更好的煮出鸡块里面的血水 开锅以后撇掉浮沫 焯水两分钟捞出 清洗的时候用温水 不要用冷水 锅里放油 下入冰糖炒糖色 敲碎一点加快融化 全程小火慢炒 颜色会由香油色 慢慢变成枣红色 这个时候加入开水 熬一分钟以后倒出 糖色炒好以后 以不苦不甜为标准 锅洗干净 放油 下入葱姜蒜炒香 喜欢吃辣的 可以放一点干辣椒 炒香以后 下入豆瓣酱和香料 豆瓣酱主要是提色和增加香味 基本上没有什么辣味 炒出红油以后 下入鸡块翻炒 把水汽炒干 这样做出来味道更香 翻炒一分钟左右 往锅里加水 水要一次性加够 多没过鸡块一些 把炒好的糖色倒进去 调味加入盐和几粒冰糖 因为糖色没有甜味 这个冰糖是起到提鲜的作用 开锅以后转中小火 先炖15分钟 15分钟以后 下入土豆和香菇 香菇的鲜味很足 可以代替鸡筋和味精 继续中小火炖12分钟 锅里水开 下入配菜焯水 也可以加入一些 自己喜欢吃的其他配菜 焯熟以后 倒出控水 放盘里垫底 土豆有一点发棉 盛入盘中 一道家常美味的大盘鸡 就制作完成 配米饭或者用汤汁泡面 味道都很不错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点头像金主页 还有更多家常菜 下期见